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愿天父的慈爱 基督的圣仇 圣神的恩赐 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让我们恭听今天的天主圣言 恭读《马加伯书》上 那时候 从亚历山大的大臣和子孙中 生出了一条破根 就是国王安提越谷的儿子 安提越谷 二匹法乃 他曾在罗马做人质 在希腊帝国137年登基 那时候 以色列人中出现了一些歹徒 善获民众说 我们去和周围的国家 订立盟约 因为自从我们和他们绝交以来 遭遇了许多患难 这种论调很受到欢迎 有一些人急忙去 召见国王 国王就准许他们 采用外邦的风俗 他们变造外邦人的风俗 在耶路撒冷建造了一座体育城 并且掩盖 割损的痕迹 被弃圣约 加入了外邦人的行列 他们为了作恶而出卖自己 随后 随后国王通令全国 使所有民族合成一个民族 每个民族要放弃固有的风俗 各外邦民族都服从军王的御旨 有许多以色列人也甘心接受了外邦宗教 向偶像献祭 削毒 安息日 145年 西四楼月 15日 国王在天主的祭坛上 立了一个可证的偶像 也在犹太各城修建了祭坛 在各家门前和大街上焚香 凡找到的法律书都撕毁焚烧了 而收处存有阅书或磕守法律的人 都按照职域受到极刑 然而有许多以色列人坚持不辩 绝不赐不洁之物 宁愿死去 也不愿因此失误而玷污自己 他们不愿意违反天主的神圣法律 因此他们都被处死了 天主的烈怒临到以色列人身上 天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上主 求祢使我生活 我愿遵守祢的诫命 上主 求祢使我生活 我愿遵守祢的诫命 我一见违反祢法律的罪人 就不禁得怒火如焚 恶人的绳索虽然把我缠住 我却没有忘记祢的法度 上主 求祢使我生活 我愿遵守祢的诫命 请救我摆脱人们的欺凌 使我常能遵守祢的诫命 恶意迫害我的人已经宁静 他们都远离了祢的教训 上主 求祢使我生活 我愿遵守祢的诫命 恶徒不能获得救恩 因为他们不遵守祢的圣训 我一看见恶徒 就心生厌烦 因为他们不遵守祢的规范 上主 求祢使我生活 我愿遵守祢的诫命 阿里路亚 阿里路亚 主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随我的人 必有生命的光 阿里路亚 阿里路亚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光独圣路加福音 主愿光荣对你 耶稣走进耶里哥时 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 他听见群众路过 便问是什么事 有人告诉他 是纳扎勒人 耶稣经过 他便喊叫说 达位之子 耶稣可怜我吧 在前面走的人就斥责他 叫他不要出声 但他越发喊叫说 达位之子 可怜我吧 耶稣站住 吩咐带他过来 等他走进时 就问他 你愿意我为你做什么 他说 主啊 叫我看见 耶稣对他说 你就看见吧 你的信德救了你 他立刻看见了 跟随耶稣光荣天主 群众看见了这事 也都颂养天主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耶稣达位之子 可怜我吧 主类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在今天的福音里 耶稣治好了 耶里哥的虾子 这个虾子有一种 强烈的被治愈的渴望 即使别人责备他 不要让他出声了 他依然大声呼求 耶稣达位之子 可怜我吧 这为我们基督徒 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那就是渴望 在信仰的生活中 对增加我们的信德 加深我们与天主的关系 很重要 如果这个虾子 没有渴望被耶稣治愈 他就失去了被治愈的机会 同样的 如果我们在生活中 没有祈求耶稣 被祈求被耶稣治愈的那种渴望 我们如何去获得身心灵的治愈呢 如果我们没有悔改的渴望 我们如何有力量去阻止诱惑 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呢 如果我们没有渴望 对获得天主的恩宠 恩宠怎么会轻易地赐予我们呢 如果我们对永生 和对永恒的幸福没有渴望 那么我们如何有勇气 去面对生活中的痛苦 如何在绝望中看到希望呢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渴望为我们去经验信仰的奥秘 是至关重要的 然而在现实生活当中 所有的事情不一定都会按照 你所渴望的方向去发展 但是你也不要因此而会心 而失去希望 反而要怀着信德和渴望 继续向耶稣祈求 就像今天福音中的瞎子一样 不会因为别人的责备 所遇到的障碍 而停止呼求耶稣 最终耶稣也俯听了 他的渴望治好了他 因此无论你现在是处于 什么样的状况当中 你一定要怀着极大的渴望 去寻求耶稣的帮助 使你有力量克服你目前的困难 去面对人生中的种种挑战 请放心 当我们渴望耶稣 渴望他的治愈 渴望他的恩宠等等的时候 耶稣就像对瞎子所说的那样 同样的也会对我们说 你想让我为你做什么 所以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请把你的渴望告诉耶稣 耶稣一定会在他的时间内 赐予你相应的所需 请记住 如果你得到了你所渴望的 那是天主在指引着你 如果你没有得到你所渴望的 那是天主在保护你 你要怀着这样的信德 去向天主诉说你的渴望 这样你的渴望将让你惊艳到天主的美善和信德的奥秘 愿天主降福大家 愿天主永受赞美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 阿们 请赞美上主 感谢天主